歡迎黃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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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師傅好 黃師傅好 歡迎大家好 黃師傅 我現在都跟你學很熱鬧的 這樣我就覺得我的氣質很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氣質本來很好 沒有 氣質喝了不夠 氣質都不夠了 我們買兩款給你去喝 今天黃師傅的經濟大作 再來要給我們介紹什麼樣的料理呢 這個蒜蓮咖哩酥肉丁 好的 我們先看一下食材要哪些 好 這個花芽的這個 紅蘿蔔 酥肉塊 炒鍋 再來這個碧玉筍 就這樣 為什麼是花芽的 你說這個 我們要做小麥草 這個要做多苗櫻 這補起來之後 就是變成那個芽菜 那要補起來 它補起來 這個做什麼 做罐頭的 今天這是罐頭的 所以經濟大作戰 裡面就是要找罐頭的 找根莖類 還有冷凍食品類的 對…還是冷凍 這樣 讓這個觀眾朋友大家 一樣做的來 看要怎麼去應用 對…也解決了 觀眾朋友在颱風天 以及好雨的時候呢 我們沒有辦法去果菜市場買菜 而且也都很貴 的情形之下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種菜 好… 今天這些菜都處理好了 我現在開始要來錄鍋了 對…今天這個很簡單 我們的這個… 橄欖類放下去 橄欖類放下去之後 這個做B省爆香 先爆香這個 先爆香 還有… 好… 再炒一下 我來弄下去沒關係 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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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炒下去 要稍微… 稍微弄一下 好 這個當中 現在就是要來 加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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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你下去炒一下 但是加你去炒是火也一樣 沒關係 這當中順勢 這個白鯊魚下去 白鯊魚下去 放下去 沒關係 現在要配飯嗎 再來這個 香菇粉 再來加一點糖 好 要加一點糖 再來 再來 火酒粉 胡椒這樣 現在開始炒 這個就是說 我比較不會炒味道 好像說 有種醬汁 就是說 你把醬汁搞好之後 你要炒味道 要炒什麼菜都可以 才有 台中的醬汁 這樣 好 這稍微這樣 加點水 加點水 這樣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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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醬汁 煮幾個醬汁 不錯 醬汁 這個醬汁也很好吃 好 適合香味融合出來 好 像我剛剛 你給我看這個 這個雪豆 它這樣子 是可以直接吃的嗎 可以吃 它是罐頭的嗎 對 你可以吃 你吃 我現在吃一個罐頭的 你吃一個看看 很像花生 那種煮過的花生 有鹹菜在那裡 嗯 已經有那個鹹度了 這個 黃姐你等一下吃看看 我要隔絲 哈哈 親戚講完一樣是雪豆 然後煮加了這個咖哩 味道都有進去耶 不一樣 嗯 就是這樣啦 對 因為在這個 風台天的當中 所以你要怎麼去運用 罐頭也好 跟今天也好 冷凍的這個 蔬菜味也好 你怎麼去做 組合 對啊 像是 洪師傅都會想說 季節性的蔬菜 他就以季節性的蔬菜 來做料理 現在 我們也有時期 每一個時期 不同時期的菜 也可以來吃不同的菜類 好 這叫做非常時期 非常的料理 對 謝謝洪師傅 今天給我們介紹這個 雪蓮咖哩素肉丁 洪師傅 要不要跟我們觀眾朋友說一些話呢 好 觀眾朋友 大家一起喔 要用素心 身體健康 來做這個 做看法 還有我們後面這個節目 非常非常的蔬菜 請我們不要刷財 不要順帶 我們把它等下去 是的 時間到了 準備晚餐了 好 上菜 再見 再見